get ready with me的视频 这个曝光曝的我 之前好像有很多人很喜欢看我的化妆视频 虽然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喜欢看我的化妆视频 因为vlog还没剪好 这样中间更新时间不会太长 然后今天想给大家聊一下 很多人都会聊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应对外貌焦虑 我觉得我还做了笔记 今天这个视频看完以后 就会让你完全治愈你的外貌焦虑 如果大家有的话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用的一个方法论 就是每当有一点外貌焦虑的时候 我都会用这个方法给自己洗脑一遍 久而久之你就会消除你的外貌焦虑 纯连还是这个江源道的 最近就是在医院里去看痘痘 然后医生给我刷了水阳酸30%的那种 就脸特别痛 还有点起皮 但是大家就凑合着看 就是在这个视频开始之前 我达成三个共识 三个共识要是你没有跟我达成一致 就是这个视频就对你不适用 共识一就是个人而言 其实审美是多元的 就是你高矮胖瘦都会有人喜欢 有些人比较符合主流审美 可能喜欢你的人多一点 有些人不符合主流审美 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美呢 我们就喜欢的人少一点 第二点就是成功人生定义也是多元的 一个女性或者一个人是成功的 规定是要求她方方面面都成功 比如说事业成功 家庭成功 只要有一部分成功 即使人生的成功 比如说你的艺术造业很高 但是你的个人生活过得很烂 老公出轨啦 家庭生活破裂啦 就是这种 也不排除你是一个成功的人 又或者说有一些人 就是个人品行很好 品行很优秀的人 但是他可能事业没有那么成功 但是他也是一个成功的人 这个可以认同吗 并不是要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成功 才是人生的成功 第三点呢 就是任何天赋 都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做的还不错的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比如说你们上学的时候 有人是那种学习天赋很高的人 书也不用看 但是就能考很高的分数 但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95 你只需要比别人更加的努力 你就可以达成相应的成就 然后大家如果认同这三点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 我是如何看待外贸焦虑这件事情的 这个遮瑕也是NARS 首先既然成功人生的定义是多元的 那么其实美不美对你人生 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 找工作或者考研这件事情 副试面试的时候 你长相必然会对你的面试结果 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影响是正向的 或者是负向的 老板的心思你别猜 我之前就碰到过研究生导师会拒绝很漂亮的小姑娘 因为她会觉得漂亮的小姑娘 花在打扮上的时间会很多 就不太适合搞课 虽然这个想法是一个刻板印象 但是我们能得出的结论就是 其实美或者不美 对于这种方面 就是工作啦 事业啦 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 你不可能说是有一个用人单位说 我宁可要一个能力很差的 但是长得很漂亮的人 也不会选择一个能力很好的 长相普通的小姑娘 不可能有这种单位了 那就算有这个公司眼里倒闭不远了 所以美或者不美 对你走上成功人生的道路 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你这里就可能要说 长得漂亮的人就是有人生捷径啊 更容易赚钱啦 有很多人会靠脸吃饭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美想象成是一种天赋 美不是人生的捷径 天赋才是人生的捷径 有天赋的人就是活得别 没天赋的人活得要轻松 这是你不可否认的 并不是美与丑造成的 而是有天赋和没天赋来造成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说 有些人说因为我学习能力 不如他我很焦虑 或者说因为我打乒乓球 不如他我觉得焦虑 没有人会这样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你会对外貌 有这一方面的焦虑呢 长得漂亮确实是人生的捷径 你得长成那种商用的漂亮 你懂吗 就是明星啦 颜值博主类的 你才会走上人生的捷径 走上靠脸吃饭的路 但是一般漂亮 我感觉能获得的东西 其实很有限 最多是酒吧里 别人送给你一杯酒 大学时期有男生给你带走饭 但是这些东西你自己不能做吗 你自己不能去买早饭吗 你自己不能叫外卖吗 你自己不能花钱买一杯酒吗 但是像我们这种普通长相的女生 要维持一个比较漂亮 投入的成本是很大 他这个投入产出 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想通过长得漂亮 来获得人生的捷径 你不如去做一些就是更简单的选择 美容个一年 你就会一辈子漂亮吗 不是 你要是比如说搞科研 有个专利 起码就十年到十五年 你每一次都要几万块钱 你能维持多久呢 所以我就觉得 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其实见过太多小姑娘 就是在变美这件事情上 投入了很多时间 投入了很多金钱 但是你又没有乐在其中 比如说减肥这件事情 看到我们超话 有人打卡 一天只吃一碗面条的 哎呦 惨了 这个话的颜色太深了 我们普世认为的 长得漂亮的人 就会有一个美满的爱情 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不成立的 好像话拦了 我大概是什么时候 外貌焦虑最严重呢 就是我中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我的发情期 就是全班top五的帅哥 任何人跟我谈恋爱都行 只要有人跟我表白跟我谈恋爱就行 当时的时候中学嘛 想搞一次偷偷摸摸的早恋 反正就是觉得男生都喜欢漂亮的小姑娘 所以我也想变成漂亮的人 然后我们当时的中学生 其实真的很夸张的 有一个体重一百多斤 一百斤多一点点的小姑娘 在和左旋肉紧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恐怖了 但是后来我就醒悟过来了 我醒悟过来并不是觉得恋爱 不是人生的全部 恋爱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 我对我的人生评价 还是希望有一段美满的恋爱 有一段健康的关系 到后来我发现了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长得漂亮不漂亮 和你恋爱好不好 根本就没有必然关系 你去看生活中 基本上就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配一个有点胖胖的男生 那么就是帅哥 配一个长相普通的小姑娘 都是这样 美女的情路也很坎坷 所以说长得漂亮不漂亮 和你恋爱顺不顺利 根本就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有我们的共识意义 那就是审美是多元的 就是你可能是普世认为的美女 但是你喜欢的人 可能他就是不喜欢你这种样子的美女 人家就是觉得 你觉得不漂亮的那种人 才是漂亮的 还有什么可能呢 就是人家根本压根 就不在乎你漂不漂亮 比起漂不漂亮 人家更在乎的是 性格好不好啦那种 其实我中学的时候 外貌焦虑是因为 我一直把很多人都 当做了我的潜在交往对象 会有男生肆意地评价 一个女生的样貌 微根结底就是在于 男生把他当成了 自己的潜在交往对象 就你配吗 比如说我写了一篇论文 我交给了老师 老师说 嗯你这个论文创新点不错啊 但是你长得不漂亮 你世人都会觉得他是个傻逼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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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人对于外貌焦虑的解决方法 就是追求一种审美的多元 就是不管你长得胖或者瘦都是美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审美的多元 对女性进行审美评价 其实就是一种外貌的剥削 因为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对你的长相 并不是很需要的 就比如说你的工作伙伴评论你的长相 其实就是一种冒犯 但是审美多元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你再漂亮 总有人觉得你丑 因为审美多元了呀 就是有人会觉得这样好看 有人会觉得那样不好看 对不对 我现在想要的并不是审美的多元 并不是希望我这个样子也是美的 而是希望我要有丑的权利 我就是丑 怎么了 这不影响我的个人生活啊 我觉得审美这种风向呢 其实是可以通过大家的努力来改变的 就比如说像我中学的时候 120没到 哇 放了现在可不就是完美身材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还会有 很常见的话 就是好女不过百 就是说小姑娘超过100斤 那就是胖啦 所以当时110多斤的我 真的很急切地想要减肥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我至少努力过 但是你说现在你说哪一个男明星敢公开说出 100斤以下就是胖子了 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 他们公关也不会让他说出这样的话 这就是一个舆论导向 你面对审美焦虑的时候 你的解决方式并不是要去洗脑说 我也很漂亮 而是要告诉自己 我也可以不漂亮 其实我觉得有资格评论 我好看或者不好看了 就是我的潜在交往对象 他是有资格评论的 因为大家都会趋向于选择 一个他认为美的 他认为好的人作为伴侣 既然我做好了被人家选择的准备 但是你有潜在交往对象吗 你没有 你可能连一个喜欢的人都没有 而且就算你有喜欢的人 你也不晓得对方到底喜欢什么类型呢 就算你通过努力达到了他觉得的美 世界上总有人比你更美 你也不会一直都美 这里再说一遍 我知道肯定有人问13 然后再涂一个稍微紫一点 它们混合在一起就会变成那种最近很流行的火龙果色 当你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对你进行外貌审判以后 其实你的外貌焦虑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了 这时候感觉我的黑发比较适合这种深色的美瞳 但是感觉现在这种美瞳好像不太流行了 而且我觉得对于女性评价的重心永远不应该是外貌 而应该是更多别的意义上的东西 get ready with me这个视频啦 聊这个话题就感觉有一些违和 可能25岁的我现在就是接受自己是一个不美的人 但25岁以后如何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呢 这就是我接下来该面临的人生难题了 但如何解决呢 我也不晓得 如果10年以后我还在录视频的话 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好